急凍鵪鱼 急凍白裸頭 錄到 我又在 TV Mall 放了兩隻鵪鵪 首先我要聲明我沒有變成煮食頻道 我們仍然是最深製作 Tutorial 的頻道 只是在這些低氣壓的時候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強迫成為家裡大廚的過程 Anyway 急凍的就是我一切的材料 首先先處理這些白裸頭 因為我沽寒不肯買大的黃裸頭 不過我已經有點後悔了 下次我不會這樣做 這裡是88元 也很多 雖然進貨的時候覺得很便宜 不過一會兒洗起來的時候就金了 嚇到我抽筋了 上次阿姨跟我說凍水出水 所以我現在已經凍水出水了 然後就進入地獄色狂刷 我開了一支新牙刷 你刷難刷 還有撕了上面那塊東西 這些是我的果皮 浸了一會兒 以前我不會刮的 我現在用刀背刮 刮完就這樣 就差不多了 看看是不是乾淨了很多 都沒有刮爛了 這樣呢 果皮就要放進冷水裡 不要再煮 滾水才煮 綠豆 已經浸了N個小時 你看到它有些地方都開始脫皮 然後就是重點了 就是要 取消了這個裸頭裡面的內臟 即是這塊東西撕掉它 不要以為整塊都是肉 是要這樣處理了才會得到肉 你看到有些散散的 腸型的物體就撕掉它 那這塊東西就處理好了 這個是重點來的 以前不懂得這樣做 嘩!喝了很多噁心的東西 現在這塊就是肉了 重點就是要乾淨 然後果皮已經在底了 然後把材料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準備煲了 這個就不用煲很久的 我打算下了兩條粟米之後 就煲半小時 因為雪櫃沒有冰鮮肉 所以我這次這個湯 是沒有落到任何的瘦肉 我今天就沒什麼胃口 這個就是我的晚餐 來的了 我覺得沒理由天天在家裡錄麵吃 現在也要開發一些新的東西 然後趁它煲的時候 就處理一下鵪鶉 鵪鶉 鵪鶉 有條頸 我最初以為這塊是什麼 有條頸鵪鶉 沒有頭 然後就從它肚子裡剪開它 看清楚它裡面 而且最重要就是要洗乾淨裡面 外面看起來當然很漂亮 裡面才是重點 打開一看 裡面也有一點點噁心的東西 有些血跡 我洗一下它 然後 然後 就拔走那些 一匹匹的血 覺得噁心的 就用一張櫥紙拿著 其實 都可以的 撕走那些髒東西之後 沖兩匹就可以了 我這樣說 對於怕噁心的人來說 有沒有激勵作用呢? 可以的可以的 我們可以的 不過我就忘記了剪屁股 所以 你應該要剪掉那個尾巴 這個食譜是我Google看到有人煮的 不過人家就有落海帶 我就不吃得海帶 所以我就沒有海帶 然後我就落了粟米去頂替 現在呢 抹乾淨了 就是這樣 你們尋找綠豆燉 鵪鶉 就會見到的了 抹乾淨了之後 我就在上面灑了少少少鹽 反正都沒用 就懶得是入味 記得記得要幫它剪屁股 來到這裡 我們的工序都差不多完成了 等那邊的綠豆熬熟了 就可以加上鵪鶉 然後呢 我們換個鏡頭 過來看看煮湯 這綠豆呢 其實都已經熬熟了 剛才呢 我就剪了雞 所以我就加多兩隻雞 放進去 然後呢 就放進去之後呢 就放進去我的鵪鶉 然後再煮多15分鐘 這樣就完成了 鵪鶉 就這樣放在粟米上面 然後就蓋上蓋子 等多15分鐘 現在這樣呢 就滾到差不多了 我可以打開蓋子給大家看一下 拔一點上來 其實呢 都是好像綠豆沙的色 不過呢 就是鹹的咯 在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儘量下一點鹽 那攪好之後呢 轉頭我們就可以 搓點出來喝啦 看到來這裡 記得給我一個LIKE 這個就是成品 我覺得蠻好喝的 比我想像中呢 原來是好喝的 不是沒有味的 大家絕對可以試一下 讓在家裡吃都可以多些花神 讓家裡吃都可以多些花神